以斯拉记第三章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并撒拉帖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 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 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坛上献凡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足坛 因惧怕邻国的民 又在旗上向耶和华早晚献凡祭 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彭杰 暗树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凡祭 其后献长献的凡祭 并在月术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 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 从七月初一日起 他们就向耶和华献凡祭 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 耶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 立位仁 并一切被鲁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新宫建造 又派立位仁从二十岁以外的都里建造 耶和华殿的工作 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 贾灭和他的子孙 立位仁西拿达的子孙与弟兄 都一同起来都里纳在神殿做工的人 将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祭司揭穿礼服吹号 亚撒的子孙立位仁敲拔 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立都赞着赞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 他本为善 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众民大声呼喊 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仁 主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 便大声呼嚎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 和哭嚎的声音 因为众人大声呼喊 声音听到远处 请不吝点赞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